一部电影里集齐西游记 武林外传加奥特曼等多种元素是一种什么体验 今天土豪带大家看看这部快乐家族主演的神作西游记 唐朝年间 大唐举办万邦促居大赛 大唐队喜夺世界杯 正在万分喜倩的颁奖时刻 一名身负重伤的欧洲士兵跑来 表示自己的大陆被魔兽占领了 需要向大唐求助 你从哪来啊 埃泽拉斯吗 国师掐指一算 魔兽不能被凡间兵器所伤 所以皇帝赐给这名士兵大唐圣火 让他带回国去 但是这名士兵 Game over 挂了 这是一名黑人高僧表示 愿意将圣火传递到西方清除魔兽 黑僧连夜赶路来到了龙门客栈 这家客栈其实是长安城最火的一家夜店 但是你到夜店干什么 你不会以为夜店真是过夜的地方吗 这么大了一辈子 这样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这客栈就是个山寨版的铜服客栈 老板娘叫铁掌柜对应铜掌柜 厨师叫李大勺也就是山寨的李大嘴 男跑堂叫白沙堂 他说他叫白沙堂是因为他奶奶爱吃棒棒堂 那你咋不叫白吃呢 女跑堂叫芙蓉姐 她男友叫吕书生 本篇所有人起名都是这个风格 事实证明冷笑话重复讲几遍也不会变好笑 大家觉得这已经尴尬到叫抠地了 我们看看芙蓉姐和吕书生是怎么认识的 一天一帮蒙面劫匪在抢劫金殿 芙蓉姐路见不平 没想到劫匪们 你这打的哪是枪啊 你这打的是观众的脸啊 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喜剧当玩笑啊 劫匪们一阵疯狂输出 但是都无济于事 芙蓉姐反攻一招自在极光特效的排山倒海 把劫匪们通通打倒 但是无意中误伤了路过的吕书生 他俩不打不相识就此认识了 这客栈人员都到齐了 就差个山寨祝无双了 这不是还有个吴欣吗 大家猜吴欣的角色叫什么呢 这叫祝无丹还是祝有双 都不是 他在片中就叫吴欣 没想到吧 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这有西游记什么事呢 这电影厉害就厉害在这 小小的一个客栈集齐了两套班底 徐征老师饰演的唐三聚 崇卖唐三藏一心想去西天取经 而谢娜饰演的猪八姐 她是一个舞蹈组合的后勤人员 我们看舞蹈组合 这色彩这饱和度 不说是舞蹈组合 我还以为是水彩笔成精了呢 要说西游记 是不是还少了一个重要人物 他来了 他带着金箍棒来了 那何老师便不是孙悟空 而是叫做孙悟饭 哎 这孙悟饭震撼得我晚饭差点喷出来 唐三聚遇到了黑人高僧 非常佩服他的一举 表示要和他一起护送圣火到西方 他能否完成护送高僧到西方的任务呢 他不但能 他还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 一个飞身 一不小心 瞬间把高僧护送到了西方极乐去了 圣火也倒了 又把客栈烧了 你这是秉承着先杀人再放火 地狱不能没有我的做事风格吗 唐三聚痛下决心 我不入地狱 谁爱入谁入 我要继承高僧的遗愿 将圣火传递到西方 于是他带着孙悟饭 猪八姐就踏上了西行之路 这边客栈烧毁 从业人员失业 吕书生表示 自己在关外有一处祖宅 可以用来开客栈 于是他们也踏上了西行之路 但是和唐三聚一行 是分头走的 这广袤的大地 如何能找到关外的一个小小客栈呢 还需要找吗 格局小了吧 直接一阵龙卷风 把一行人吹到了关外客栈 编剧 你这九年义务教育 是去读了假校吗 唐三聚那边怎么样呢 他们也进入了一个地道 地道的出口 刚好也是在这个客栈 这不是巧了吗 这不是 西方五毛特效的大魔王 觉得必须除掉传递圣火的人类 于是派了妖兽袭击众人 大家和妖兽大打出手 妖兽撤掉了一个伙计的衣服 他直接变身忍者 紧接着他又变身奥特曼 我 我 我 奥特曼对着妖兽一顿爆锤 紧接着奥特曼放出了必杀技 难道妖兽又被奥特曼干掉了吗 并没有 这些都是伙计被打蒙后的幻觉 神经病 这是孙午饭用圣火将妖兽制蟒 哎嘿嘿 其实不用圣火 你让妖兽看一遍这电影 他也能瞎 虽然被制蟒 但是妖兽刀枪不入 武力直爆表 大家还是打他没办法 最后他们使出了大杀气 让李大勺吃了一堆豆子 然后变身人间大炮 一个屁把妖兽崩没了 你这什么屁啊 吃了福岛的豆子了吧 各位味道不对啊 笼子让门起来了 那味都对了 于是唐三聚和孙午饭 两人继续踏上悉行之路 去消灭大boss 数年后 一名黑人高僧踏上了圣火台 咦 老是一路走来没涂防晒吗 为什么还变人种了 唐三聚怎么不见了 电影没说 去牟里走吗 圣火消灭了所有妖兽和大boss 电影居然说了 What the fuck 看完本片 我的感受是 主创人员应该是没有分清热闹和闹腾之间的区别 热闹是你过年逛庙会 那叫热闹 而闹腾是你去餐厅吃饭 临座有几个孩子上窜下跳 大喊大叫 这叫闹腾 本片显然是属于后者 但是月片无数的土豪我都觉得这部电影是少见的奇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本期互动话题 你花的最不值的一笔钱买了什么呢 两次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